大家晚安 我是海银 看到这边的天气图就可以发现 最近海面上真的是相当的不平静 光是台湾东方的海面上就有两个热带性低气 而且这个其实距离台湾相当的近 只有250公里 那么预计也就是明后天 它有可能会增强为我们的轻度台风 也就是今年的第12号的台风了 不过由于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它的其实速度相当的缓慢 现在来说可能是滞留在海面上的 所以预计要到下周一之后 对台湾的影响才会逐渐增大 那么周二周三的时候是最靠近台湾的 同时也会发布台风警报 不过另外要注意的就是 这边还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是距离台湾比较远的 未来它们很有可能就会合并形成一个台风了 现在气象局还在持续观察它的动向 那么其实可以知道的就是 从明天开始就会开始下雨了 那么气象局也会持续的发布大雨特曝 其实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是处在低压的地区的 所以明天如果白天 其实如果还是很热的时候 整个中部以北 包括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有山区 其实午后的雷震雨就会非常的明显 而且都是属于瞬间大雨 所以提醒我们周末要出去玩的话 一定要记得攜带雨具 那么再来未来三天也就是周末假期的天气就可以发现了 其实都是在下雨的 那么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北部中部高温其实还是有34度 感觉上还是比较闷热一点点 但是随着星期天整个热带性低气压增强 为台风之后呢 像是礼拜一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温度稍稍下降 来到31度到32度 而且整个雨势也会变大 变得比较明显 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些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25度到34度 降雨期率是30%到50 中部2533降雨期率是50%到70 南部地区25度到31度 降雨期率是60% 东部地区24度到32度 降雨期率是40%到50 外岛地区26度到32度 降雨期率是30%到50 好那么提醒大家了 这个热带星期其他可能最快 也就是周末会形成一个轻度台风 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哦 那么明天开始 全台就会开始下雨 出去的话也要记得期待雨具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气场资讯